泰鲁阁号撞车出轨案刑事一审 今天上午在花莲地方法院宣判 包商李毅祥被判7年10个月 而其中赵氏陶毅法官判无罪 而罹难者约15名家属临判后表示 换算下来49条人命 等于一条人命仅一个多月 而台铁主办工程司潘唐毅 则一公园登载不实准文书罪 过失致死罪判处应执行8年10个月 成为被告9个人中被判最重的人 2021年4月2号 台铁408次泰鲁阁自强列车的出轨事故 造成49名乘客不幸罹难的悲剧 罹难者家属带着沉痛心情 面对司法审理长达一年6个月 如今花莲地方法院将在11号上午9点30分 一审宣判 承揽台铁工程包张的主嫌李逸祥 去年4月被花莲地检署 依过失致死 肇事逃逸等8项罪名起诉 全案历经数个月审理后 花莲地方法院11号审结 李逸祥依过失致死等8罪合并判处 7年10个月的有期徒刑 本件起诉是以这个过失致死 为起诉 那法院也就此部分判决有罪 会觉得判太重吗 李逸祥听完判决后不乏异于走出法院 面对记者追问更是直接快步离去 我们还是会主张就是是杀人的部分 非常真的遗憾是法院最后没有这样做 那我也来上诉的时候 我们会朝着这个方向来主张 主嫌李逸祥为自己的行为付出司法代价 而在宣判的前一天 罹难者家属早早抵达花莲 到失发地点悼念自己的亲人 今天也同步来到花莲地院聆听判决 这段时间的等待很漫长 然后心中一直很忐忑 那其实想过好几遍 不管今天的判决是怎么样 亲自到场 常听取判决结果的家属 悲伤心情难以掩饰 甚至一度哽咽犯累 然而在悲痛之际 台铁却选在同一天 欢喜举办铁路便当节 形成最讽刺的强烈对比 傻眼撞旗让罹难者家属感到无比错愕 泰鲁阁出轨意外 是台铁近60年以来最严重的行车事故 面对这道永远抹灭不去的伤疤 台铁却选择还请便当节 引发各界哗然 记者林潜意 徐立琴 花莲报道